以台灣為首 2021年起 新台灣正名運動元年 第一 開始起法 台北市長柯文哲 近期冷不防推台灣正名運動 引來藍綠議員踏伐 現在更爆出這消息發佈前 民政局長完全不知情 他提的時候我不知道 但是市長過去常常講到說 台北市街道的混亂 讓觀光客來台北 密指不太容易 搖擺藍綠間的台北市長柯文哲 突然毛起來主打台灣價值 地名也要去中化 有議員提議 乾脆改成這樣 民家如果住在南京東路線 改文哲大道 你覺得有沒有OK 如果柯文哲 如果市長不是柯文哲 我覺得文哲大道還不錯 民政局長你認真嗎 不只南京東路上的居民 要面臨改名危機 民進黨黨部所在的北平東路 也成為劍拔 北平東路我們改成北港東路 你覺得怎樣 有沒有台灣價值 你覺得好不好 我覺得 好不好改北港東路 有沒有台灣價值 就我個人以言 我覺得至少比北平東路好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不容易 所以不要讓台北市的柯市長 或是民眾黨的柯主席 去為難台北市的柯市長 畢竟陸民改 連帶身份證戶籍等本 所有資訊都得一併更新 也難怪議員質疑 為了選票考量 會不會反而擾民 淪為意識形態下的犧牲品 歡迎新聞 葉秉潔 廖品軍 台北報導